今天的保密房再一把抓 要跟大家分享烧烫伤和电灼伤的差别 以及如何在地时间正确的处置烧烫伤和电灼伤 才能避免二次伤害 马上就由新北市消防局第四救灾救护大队 带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些救护知识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 我是新北市消防局第四大队安和芬队李乔源 欢迎收看保密房再一把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烧烫伤及电灼伤 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 具有调节体温、保护、感觉与代谢功能 当皮肤受到烧烫伤害时 会丧失原本的机能 伤口会成为续静繁殖的温床 因此学会如何第一时间正确的处置烧烫伤是非常重要的 烧烫伤依据皮肤受损程度不同 分为一度、二度、三度烧烫伤 一度烧烫伤皮肤损伤在表皮 外观会看到皮肤红肿 会有疼痛感 二度烧烫伤又分为浅二度烧伤及深二度烧伤 浅二度烧伤皮肤损伤在表皮及真皮乳头层 外观皮肤红、起水泡会有疼痛感 深二度烧伤皮肤损伤在皮肤深层 外观皮肤浅红或白、起水泡 对痛感觉不敏感 三度烧烫伤皮肤损伤在表皮至真皮全层或更深至皮下组织 肌肉、筋膜、骨膜、骨头 外观会看到皮肤紫白、焦黑、焦痂或干硬如皮革 感觉会消失 万一烧烫伤发生了该怎么办 可以依照冲、脱、泡、盖、送、虎治学处理 首先我们要先移除造成烫伤的热源 或将烫伤的患者暴力热源 再来第一个步骤 冲 迅速以流动的自来水冲洗约15-30分钟 也就是用冷水冲洗烫伤的部位 除了可以降低烫伤处局部的温度和减少疼痛感外 也可以把烫伤部位的脏污冲掉 以免脏污感染烫伤的部位的伤口 第二个步骤 脱 小心的将烫伤部位有覆盖的衣物脱除 或必要时可以以剪刀剪开衣服 并暂时保留粘住的部分 避免将伤口治水泡弄破 再来就是泡 泡的意思就是泡冷水 持续浸泡于冷水中15-30分钟 可以减轻疼痛及稳定情绪 接着就是盖 我们可以用干净的浴巾、毛巾、床单、纱布 盖住烫伤的部位 请勿随意涂上外用药或民间偏方 此类做法可能无助于伤口的复原 并且容易引擎伤口感染 同时马上进行第五个步骤 送 除几小只烫伤可以治理外 就是赶快送到医院急诊室急救 或打119请救护车赶快来 将烫伤的伤患送到医院急诊室急救 自从人类发现了电 人类的生活处处和电行情相关 而和电有关的意外事件也屡皆不显 因触电而受伤的最常见的伤害就是电灼伤 什么是电灼伤呢 电灼伤就是指因高能电流流通过身体后 转换为热能导致热灼伤 除肉眼可见的皮肤损伤外 对电流经过的神经、血管、肌肉及骨骼 造成身体组织或器官的伤害 电灼伤会有的重症如下 依电流量种类及电压不特大小 触电时有温热的感觉、刺痛感、肌肉筋软、心率不整 心跳停止、呼吸停止或脑部受损 当旁人发生触电时该怎么办 首先因立即切断电源或使用绝缘体附着的电线移开 若患者发生呼吸或心跳停止时 立即实施CPR急救 并同时请旁人打1.9迅速送医治疗 通常电灼伤受伤程度较深 和烧烫伤不同 可不经冲水泡水过程而直接送医治疗 烧烫伤、电锁伤的处置你学会了吗? 别忘记冲、脱、泡、盖、送、五字血 感谢! 感谢! 感谢!